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离婚了 作证 白度人 一个读者吐槽自己的老公没眼色 他说孩子还小 他是全职主妇 前几天家里停水了 他于是给快下班的老公打电话 说家里没水了 让他在外边解决晚饭 过了电话他响起来说 没告诉他给自己也带份饭回来 转定一想 他才告诉他停水了 他应该会猜到自己没有吃 一会儿老公回来 吃饱喝足 打着宝哥 可是手里却什么也没有 他心里有点窝火 我的饭呢 他一脸懵圈 你没说你没吃饭啊 他反问 家里停水了 我能吃什么 你怎么光想到自己 完全不为我考虑 他老公一脸委屈对给自己骗解 你没任我带啊 你如果饿 我现在出去给你买 我真搞不懂你有什么生气的 啊哈哈 有什么好生气的 他说本来是生气 因为这句话 简直委屈到哭了 因为类似的事情 不止发生过一次了 他说自己很爱老公 却经常因为他不够为自己着想 觉得心寒 他说 我觉得他应当想到我没有吃饭 他就觉得我小心眼 我真的很委屈 清浅姐 如果换作你 遇到这种事 你生不生气 难道男人都这样吗 我说第一 我也会生气 第二 男人真不全是这样的 只有不替别人着想的男人才这样 一个朋友曾不止一次给我讲过 他座位只是老公的表现 多么让他铭记终身 他是不妇产 每次要擦床 不用他说话 老公就已经去做他的人肉扶手了 同时把鞋放到他眼前 他想喝水 水杯就递到了他手中 而且每次温度都刚刚好 他因为破腹斩不便弯腰 隔两天 老公便主动帮他洗头 月子期间 他妈妈也在 好几次看到他老公体贴入围的照顾他 都红了眼圈 当然 他老公一直很体贴 而不只是月子期间 只不过月子期间 他比较需要照顾 而老公总是想他所想 及他所及 让他印象特别深刻 遇到不体贴的大男人 大概就是同样在坐月子 但是你说你饿了 他说我也很饿 早点睡吧 睡晓了就不饿了 嫁给两种不同的男人 日子真的很不一样 前一种很舒服 后一种 则经常让你如敢在后 怀疑自己嫁了一个假老公 如果你老公是这种人 你会不会想杀人啊 我从不觉得 男人照顾女人是天经地义的 理所当然的 但是 如果你总是为他作想 正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 他就从来不为你着想 是不是比较心灾 你更希望自己遇到一个会照顾人的暖男 还是希望遇到一个甘甜之男 甘甜之男不爱你吗 他肯定会说爱的 只是他们在人情事故上比较瞎 眼也瞎 心也瞎 经常是该想的没想到 该看的没看到 该表示的时候没有表示的 我以前经常听到一个论调 男人不太会照顾人 因为自己也遇到一个不太会照顾人的男人 所以一度相信这是真的 后来发现 屁类 男人不是不会照顾人 而是有的不会照顾 而他们不是不会 而是不想 不愿意花空心思去照顾 说白了 他们是自私 切来 一个读者给我讲 他老公的故事 他说姐姐生宝宝的时候 他和男友跟恋爱不久 姐姐进场试时 他和男友从外地赶去医院 在产室外和其他亲人一起坦特的等候 这时姐夫的姐姐也在 大姑姐当时怀了二胎 也带了肚子 他妈妈说 找把椅子 让大姑姐坐下休息一会 因为产室门外的长椅上坐满了人 且没有一个人有浪坐的意思 这时候有个人起来 妈妈于是让大姑姐坐在等 结果他男友却一屁股地 就坐在那个位置上 他提醒了一句 让姐姐坐 他才慌忙地站起来 后来他妈妈表达了 对他男友的不满 说那妈一大堆人 老得老 少得少 还有个孕妇 哪个不比他更需要座位 他年轻力壮的 屁股比谁都成 说好听点叫没颜色 说难听点叫自私 他当时尚在热恋中 还不能有辩解 说他要不认识大姑姐 没想那么多 妈妈说 就算是陌生人 看到孕妇也会让座的 他继续辩解 他刚下火车累嘛 难不成看到一个座位 还要扫私一下周围 有没有孕妇的残疾人吗 妈妈说你没坐火车吗 你不累吗 为什么也不让你 你爸只要和我在一起 只有一个座位情况下 永远让我坐 没颜色就是没颜色 对别人没颜色 对你也不会有颜色 他当时是不服气的 他坚信 他是特别累了 才会想到 让他先走 妈妈气得骂他 被猪油蒙了心 还说 以后你就知道了 一起过日子 对方蒙泉不体谅你 你的日子有多难 他并不放心上 觉得妈妈不理解他 他肯定会对自己很好的 事实证明 姜还是老的辣 你妈永远是你妈 他要死要活 要嫁的这个男人 真的很不会照顾人 也不会体验人 婚前如此 婚后依然 永远是自我中心 而他真的有 无数个心寒的时刻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 他们有一次去饭店吃饭 那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菜上来前 他上了他卫生间 回来的时候 桌上有一盘菜 已经空盘了 那是糖醋排骨 他知道老公最爱吃 他却无法忍受 他竟然一块都没留给他 他很生气 可是老公说 你爱吃 再点一分就吃了 又不是吃不起 他说 他永远不知道 我在意的不是排骨 而是他心里只有他自己 再后来 他们离婚了 平淡生活 寻常日子 夫妻二人的相处 其实很琐碎的 有的人觉得日子很舒服 有的人却经常觉得很扎心 而扎你的心 通常是那个说了 要你永远幸福的人 当你还没有达到 不宜物喜 不宜疾备的人生境界时 对方的表现如何 真的决定了你的幸福指数 所以 嫁人这回事 是否两眼不重要 是否眼色很重要 因为有眼色的人 会在你不开心的时候 照顾你的情绪 在你累的时候 主动去做家务 他们不动森色的 将宠爱变成一种习惯 希望你遇到一个 有眼色的人 希望你也是这样一个 有眼色的人 今天的这个文章 我来分享一下 跟小花有关的 有眼色的故事 比如说 比较正式有交往过的 男朋友当中 好像几乎都是算 有眼色的人 但是 仅限于 他不累 他想 他轻松 或是他心血来一潮的时候 他的眼色 就会非常的明显 我累了 我困了 我饿了 他愿意去帮我买 去帮我做 但是 前提是我 必须提出 我饿了 而不是他知道我饿了 我不说 通常对方都会告诉我 你不 你饿 你说啊 我帮你去买啊 没关系啊 那个我再出去一次 没关系 你饿你就讲 什么时候都可以 想着什么跟我讲 我去买 好像听起来 没什么问题 对不对 是没什么问题 这倒不是说 他知不知道我饿 是因为我们可能 去饭的时间不太一样 但是他愿意提我去买 也算是好的 可是 一次 两次 三次 每次都需要我提出来 说我饿了 他才去买 这种感觉真的很不好 为什么一定要到 我提出 我饿了 然后你才给我去买呢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还有比如说 朋友之间 有的时候 我就能买点疲惫 然后 也真的没什么想说了 下次可以再有机会 然后大家再聊一聊 或是在聊天的时候聊一聊 但总是会有那种 人聊说 再多说一会吧 我们难道有时间 可以说 你工作也不忙 有自由 你想什么工作 也什么时候工作 你就多讲一讲 我心里想 我想什么时候工作 什么时候工作 叫自由吗 难道我的工作不辛苦吗 难道我不需要休息吗 像这样 没眼色的人真的很多 不知道 你有没有遇到过 不管是朋友也好 情人之间也好 夫妻之间也好 说真的 我们没有必须为 对方体谅的时候 当你没有体谅对方的时候 你在满月之后 对方都不体谅我 对方都不考虑我的感受 对方都不为我替着想一点 那那个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你替别人着想一点呢 当你同时也替别人着想的时候 别人没有替你着想 你抱怨 你有意见 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你什么都没有做 却提到别人 没有照顾你 是不是不合理呢 希望今天分享 对你有帮助 那么明天中午再见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